哈喽,我是蛋糕师小洁琴 这期视频是年前的最后一个视频了 那就一心一意的只做这一款蛋糕吧 敢在年前把这一条视频发了 就是想给你们拜个年 祝大家新年快乐呀 龙年大吉 2024年顺风顺水顺财运 天天开心心想事成 今年是不是好多地方都允许放炮的呀 我在的这个东北小山城就一直没有进过炮 每一年到年根的时候 天天噼里啪啦就响个不停 但是今年反而放炮的少了 之前年根这几天 家楼下天天得有放礼花的 都可以在楼上免费看 今年到现在了都还没人放 前两年我和坤 我们俩还买的加特林玩一玩 今年就直接买的窜天猴 别说别人家了 我们今年买炮的数量 还不及往年的十分之一呢 要不是路上都挂满了彩灯 真的感觉和平时没有二样 单子嘛不算多也不算少 一天四五个的样子 没有办法在家休息一天 但是也不忙碌 这就是我最喜欢的状态呀 每天工作时间少一点 休息也够了 还有事情做 还能赚一点点零花钱 话说你们做这个奶油霜小动物 都需要多久呀 我最刚开始做小动物的时候 是半个小时一个 做了几十个之后 现在大概就是十分钟左右一个 看复杂程度 但是吧 架不住它数量多呀 一个十分钟 六个就是一个小时 再加上制作奶油霜 调色 还有制作蛋糕 蛋糕手绘 这些时间加一块也得有两个小时了吧 如果按照我之前的速度半个小时完成一个小动物的话 那光做表面的这些装饰就需要两三个小时了 但是顾客是看不到做蛋糕的这些过程的 所以说奶油霜小动物还有饭糖这种类型的蛋糕 真的是好费时间 但是也好可爱呀 整体做下来之后就特别有成就感 鸡里挂拉说了一对 小动物还没有做完 一个小时的工作量 视频只需要三分钟就能呈现出来 看着每一个小动物的诞生 就像是自己的仔 带着滤镜看越看越可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如早起假作放手 找几个拒绝理由 全被你否决以后 便注定独处这宇宙 怎么可放任爱寸头 逃遥也是尽头 情若有小伤后 无法舍得你走 这一趟自是旅游 还是结一次细手 传来我不懂真实 不配思想 痴心都发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动物也聚集到一起过大年 一起分享此刻的甜蜜与美味 拜拜啦 明年见